在山东阳谷的一个村落旁,有一座高大神秘的古墓, 关于墓主人是谁,没有人能说清楚,更离奇的是,周围的村民说,每年十月,这座古墓都会冒出缭绕的白气。 因为这边有一个枫树,没到十个亿的树要给老人赏份,同时他们还愿意在这个地方要收汁,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是比较有灵性。 墓主人的身份,古往今来人们一直众说纷纭。 有人说,埋着唐代一位美丽的公主,也有人说,她跟千里之外的苗族有着深厚的渊源,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? 这一天清晨,贵州寨头村的村民们带着祭品来到了吃油庙。 在这里,他们要举行一场古老而神秘的仪式,祭祀苗族的祖先吃油。 与此同时,雷山县朗德上寨的村民们也穿上了艳丽的盛装。 他们要用虔诚的歌舞来传达自己对于仙祖的怀念。 而苗族所有的祭祖仪式都是面朝东方举行,因为他们认为,苗族的先祖吃油最早是在黄河流域生活的。 一些人认为,阳谷县那座神秘古墓里埋葬的正是苗族的先祖吃油。 这让我们大为不解,苗族的先祖为什么会埋在遥远的阳谷? 这其中又会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? 阳谷地处山东省西部,地势平坦。 他虽因武松打虎的故事名扬中国。 然而在历史学家眼中,另一个和这里相关的人物却令他们更感兴趣。 他就是吃油。 五千多年前,在中国的中部平约,生活着三个较大的部落。 一个是吃油部落,一个是黄帝部落,一个是野帝部落。 这三大部落为了争夺中越这块肥沃的土地, 邂逅发生了三场大的战争。 在传说中,吃油与皇帝、炎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。 他麾下有八十一个骁勇善战的兄弟,是九离部落联盟的首领。 那么,苗族又怎么会认为吃油是自己的先祖呢? 第三场战争就是诸鲁大战。 诸鲁大战是野帝、黄帝、扬各部落也和起来对付九离、吃油部落的一场战争。 这一场战争决定了谁是中越的主人。 战争的结果是四有白、必杀、黄帝、炎帝、神。 一部不愿意投降的一部一部分,就像两方插腿,推到长江流入。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,然后又组络形成了三秒集团。 后来,三秒又几经迁徙,最终演变为现在的苗族,分别居住在贵州、云南以及湖南等地。 但不管生活在哪里,他们一直尊重吃油为自己的祖先。 相传,为了防止赤油死后复活,皇帝将它进行了肢解,将身体的不同部分分别埋葬在不同的地方。 黄蓝种墓记这样记载,赤油种在东平郡寿张县看乡城中,高七丈,民长十月四只。 东平郡寿张县,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阳谷。 那么阳谷那座高大的古墓,是否真的没有赤油的手机呢? 为了了解更多信息,我们走访了旁边的村子。 在一户老人家里,有了意外的收获。 这位叫做吕黛玲的老人,很善于做各种针线活。 这些虎头鞋就是他亲手缝制的。 脸不一样的,就是上面还有牛角。 对,对,对。 但是,老人缝制的虎头鞋跟其他地方的有一处不同。 就是老虎的头上竟然长着牛角。 牛角这个小细节,让我们联想到赤油。 据说,作为战神的赤油,他最善于使用的,就是他头上的形似牛角的武器。 因此,很多地方的赤油形象,都是头戴牛角作为标志。 这是位于贵州凯里市的西江,也是前东南规模最大的苗祖村寨,有千户苗寨之城。 这里的苗祖女性都很喜欢银饰。 特别是节日的装扮,更是荧光闪闪。 其中,头上最显眼的,就是两只牛角状的装饰。 挺好看,越大就越好看。 越大越好看。 我们西江就以牛角最大为美。 就是越大越美。 越大越美。 对。 而三岁县的苗祖,则喜欢用手帕包头作为装饰。 上面有两个小小的角。 这是那个穿的,这是宝的。 你看,你们也穿了不,好看了。 不是啊,是真的吗? 也叫,叫做,代色才好看,是吧? 对,大气才好看。 大叫苗祖。 大叫苗祖嘛,大叫苗祖。 不忘记这苗祖的奇怪。 这是你们的标志,苗祖的标志。 我们以后来都说,大表这个是我们叫苗祖。 苗祖,而且它好像是像牛角一样,有点像牛角。 是嘛,还是,是果嘛。 是怕,怕者是变果嘛。 尽管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特点,但作为持有后裔的苗祖,显然都对牛角情有独钟。 那么,阳谷虎头鞋上出现的牛角,是否意味着这里曾经是只有部落的活动区域呢? 远隔千里的阳谷与苗祖之间,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? 阳谷是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,因神龙室观太阳,不无苦而得灭。 而持有活动时期,大约至今四千五百多年前。 那么,这一时期的阳谷又是什么样子呢? 考古人员在阳谷进行了一系列的探探。 在景阳岡附近,他们发现了一段潜藏在地下的城墙。 这是航搭起来的,你看,垮垮,特别硬,特别硬。 你所说的说,这个分层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城墙吗? 对,都是城墙的一块,它这个航搭的技术比较高,这是一块,这可是一块。 这也是一块,它打额这一块呢,高就是在一米左右,这个宽度呢,打额也在一米,这样的。 所以它一块一块的,就像我们现在,起墙一样。 这种修筑的方法也被称为板柱,而这些黑白参差的泥土,也就是当时的夯土。 这片看起来平常无奇的土墙,有着四千多年的历史。 由此推测,当时在这里含有可能有规模宏大的城池。 根据进一步勘探,这座城池约为三十八万平方米,是黄河下游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,也是最早的一座龙山文化城。 龙山文化是距今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年间,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种特有的文化遗存。 在这里呢,这个城墙啊,包存的特别高。 就是说,这个山东的这个龙山时期的城墙,像包存一两米的不多,这个城呢,包存了五六米。 你比如说,我们现在从这个底标,到那个泡面那个底标面,从河点,大约就在两米半三米那河。 所以我们有坦汤又打了一下,坦空打了一下,想整个行图,打了一根深,两米多深,还不倒地。 这夹起来就十五米深了,十五米高了,这个城墙。 其中,渐长时间跟传说中吃油的活动时间非常接近。 那么,苗族先民们是否曾经在阳谷生活呢? 在苗族的不同语言知系里,都把吃油称为油宫。 在苗族谷歌的《跋山涉水歌》里,记录了苗族经过三条大河迁徙的历史。 其中写道,从前六只祖居住在东方,挨尽海边边,天水锦香连。 而在苗族的服饰上,也记录了与此相似的历史。 那么,像这个群人可以看到三条纹样,红的纹样。 这三条纹样,它就记载在苗族历史当中,迁徙经过昏水河,就是黄河,清水河的长江。 那么西部苗族,它结果还有乌浆,从这个西部过来也结果乌浆,那么三条江。 也就是从北到南的一个迁徙的历史,是吧? 它用服饰来记载了苗族自己的迁徙史。 而在苗族女性的吟试上,甚至有着先祖骑着马,从北方一路迁徙的形象。 尽管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迁徙,他们最后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方。 但是,只有带领先民们当年在黄河流域生活的情形,却始终留存在苗族的记忆深处。 考古人员在阳谷的工作仍然在继续,他们发现, 这座龙山文化城里,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区。 它的这个吉祀是比较清楚的,它的吉祀主要分析在这个伊治的东北郊,伊治的东北部。 东北部这有一个小稿态,稿态底要大,这个大台上居住着一些很多人员。 你比如说,补助寿梁,以及他收下的一些人,多数人居住在这个大小台下边,到成像这个区域内。 在辽城的运河博物馆里,我们看到了靖阳刚龙山文化城出土的一些文物。 其中有红桃,袈裟桃,也有典型的黑桃,有生活用具,也有礼器。 这都是当时那个坑里出的。 就是蒋阳刚的这个遗址里面出的。 对,蒋阳刚这个遗址里面出的。 你看,这些管,这些眼,等等这些东西,都是垂起,垂起也就是作反用的。 大量垂距出现,说明当时这座城里居住着相当规模的人口。 而在那个时期,汁油及其部落的活动范围,主要集中在河北、河南、山东以及山西等中原地区。 专家根据这座城池,以及其中出土的器物推测。 阳谷很有可能就是汁油部落以及苗族先民的活动中心。 而在祭祀区,考古人员还有更加惊人的发现。 在辽城市的博物馆,复原了祭祀区当时的场景。 这个牛骨甲,主要还是牛骨甲,它用牛来做鸡齿。 这个浮原创景,九十岸原来的那个鸡齿坑的那个尺寸来浮原了。 这个,包括这个牛的形状嘛,也打鸡是那个形状。 它是腹窩式的,腹窩,就是不是整爬,它是车身的爬这样。 特别健壮的一种,它分有好多灰图秤,没秤都夹杂着桃管和眼,意思就是气球丰盛。 可以看出,当时在这里居住的人们,对牛极为崇拜。 这语传说中,只有部落将牛作为自己的图腾,似乎不谋而合。 甚至有人进而推断,当时的只有部落的都城,很可能就在阳谷。 尼绍是阳谷的一种特色工艺品,因为制作简单,价格便宜,而为大众喜爱。 而它的由来很可能和那个神秘的史前时代有着某种关联。 仔细看,这些泥绍上都有一些发音孔, 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。 它在大小不一样,有小的,有高,有高音,中间里有高音的,低音的,中音的。 据说在过去,每当大雨过后,阳谷一些农田周围,就会发现类似这样的器物。 我们这个阳谷线呢,它又是东义制度,也就是说这些就是持有的,它的这个根据的,持有部落的这个地方。 所以说,这个持有东义部落的人啊,为了几年持有, 这个利用吹的,用水的这个形式,那些就是说,几年持有,因为这个水啊,发出来的这个声音,比较低称。 而吹起来以后呢,这个声音感到这些就是非常的气量。 东义制度里的这些人嘛,就是用这个水,那些据出这个音乐来,几年持有。 这个阳谷哨呢,就是从水的这个基础上,逐渐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 幽远的哨声,似乎让我们看到了那个遥远的史前时代。 事实上,持有部落不仅善于金属冶炼,农耕技术,甚至是娱乐形势都影响甚过。 肥叉、斗空竹、顶钢、钻圈,这些都是被人所熟知的传统杂技项目。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清楚,杂技的祖师爷是什么人。 杂技的院头叫绝迹,用命秀戏。 阳谷有这么一个民间参数, 晶晶天泡泡泡地,我们渡温秀戏。 秀戏嘛,他这个发展到西韩,这个时候叫北溪, 到院寨以后叫把溪,或者叫刷马溪的。 到1950年,这个旧总理, 清理第一个杂技探,旧总理企业叫众化杂技探, 全国才通义叫杂技,杂技探。 他的这个秀戏内容, 就是一种健康的经济游戏。 那就是说,以技巧为核心, 现在我们整个杂技都退从, 其右为杂技避手。 如今,阳谷的小孩还热衷于玩一种叫做敌拐的游戏。 有人说,可能就是吃游戏演变过来的。 事实上,作为兵主战神,吃游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兵器。 史料上说,他致武兵之器。 相传,炎帝与皇帝联军攻打吃游, 三言成不下, 九战九不胜, 节节败退。 后来不得已, 修助于九天玄女的帮助, 才有了转机。 而吃游被杀后, 皇帝又特意画了吃游的像, 来威服四方。 天下富饶乱不宁, 皇帝遂画吃游形象, 以威天下。 八方万方, 鸡尾珍负。 那么说明了史料华的持游在义事上的这个印象, 是相当大了, 相当大了。 那么为什么大, 假扮了他, 杀掉了他, 又为什么有那么的史料华的警卫他呢? 那么是因为他的部落比较强大, 他的部落毕竟战争, 比杀掉的知识很少的部分, 大部分的人还活着, 所以从皇帝画下去来讲, 不得不借用持有的这种威望, 以温定人性。 着陆大战之后, 持有部落一部分向南迁徙, 而很多人则留在北方, 逐渐融入了炎黄不足。 可以说, 这场战争推进了民族间的碰撞与融合, 奠定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根基。 然而, 持有藏在何处, 这始终是一个谜, 阳谷大漠新进的发现, 给了考古人员一个重要的线索, 这一次, 他们不仅在这里发现了龙山文化的遗迹, 还进一步确认, 这里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龙山文化城, 这与史料中关于持有种的记载极为相似。 史料当中的记载是秤中游中, 就是孤秤当中有一个孤中, 中外游秤, 这个也正好和史料记载和考古也是相伏的, 在一个自由生活的年代, 正好是党文化文化后期, 龙山文化前期这么一个生活年代, 这里说考古发掘的东西和文化成本的分析, 正好和持有东云住生活那个年代是相伏的。 这座龙山文化城的出现具有极大的考古价值, 一些考古人员据此推测, 这里作为持有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, 也许就是持有部落当年的都城。 2008年11月27日, 很多从贵州、湖南等地专程赶来的苗族同胞, 聚集在持有林前, 他们按苗族的风俗对持有进行祭祀, 尽管时光远去了千年, 但是对于这位久离之君的尊崇, 却始终没有改变。 一支沉睡在地下的车马队, 依然保持着两千多年前的行进姿态, 它向我们传递出了什么样的历史信息? 一座巨大的坟墓, 坟墓的主人到底会是一位怎样的人物? 敬请收看地下兵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